欢迎订阅 挺张的 这电影 是非常的精彩啊 那很多朋友其实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这部电影呢 是改编自非常畅销的权益小说嘛 那很多朋友也说啊 这个Hunger Games啊 将会是最新啊 让这个青少年们为之疯狂的电影 那你看了之后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期望太高了呢 还是它真的就是这么值得看 其实我要 如果是说期望的话 就是要看观众们 就是有没有看过这个原著 那如果你是看过原著的朋友的话 那可能你自己本身呢 可能会期待的很多 那你到电影院去看的时候呢 因为呢 毕竟拍电影的话 它有一些商业的考量 比方说一些很血腥的一些桥段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这个政治因素 或者是儿童不移等等这些元素呢 因为在很多 因为电影毕竟要全球发行嘛 所以在里头呢 它其实都是比较算是淡化了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看原著的话呢 你会在里头呢 你会比较入戏一些 或当然如果你是没有看原著的朋友的话 你自己本身呢 就没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话 你去看这部电影 其实还是做到这个娱乐的心 还是蛮有娱乐的心 所以最好是不要带着对原著故事的那皇家 因为这是PG13的电影 但是它在当中有一些画面 就是说它拍摄到的那个手法 是会非常震撼 其实有些大人他也会忍受不了 我想呢 大家觉得有一个预期就是说 这部戏因为基本上就是 最主要就是说 它的背景是 它的政府呢 是非常残忍的 那因此呢 每一年呢 他总是要玩一个游戏 玩一个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就有点像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Survivor 可是这个Survivor 这个版本呢 是 最终呢 就只有其中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能够活下来 那今天就是大家实际上呢 就是说要把对方给杀了 那就跟我们电视上所看到Survivor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电视上是没有杀人的 那这个是有点 电视上是在背后恐人的 这个是米刀比较 可是它是比较黑暗的 它的主度要黑暗 可是又有人看的时候觉得 它就是一部青春片啊 就是那种HopHopTV 所以你有诚实感 你不是看着觉得有诚实感吗 诚实感方面 我看要从不同角度来看 那首先因为在里头呢 因为如果是说你对政治上面呢 是比较有研究的 那可能你可以在里头呢 就是能够议会得到 这个作者呢 在背后呢 其实是对一些西方社会 一些大国的反讽 就是说你大国 你可以去欺凌那些 落小一些国家 那如果你是属于一个 基本上就是 想看一些年轻的男女的演技的话 不想太多的话呢 它在里头呢 当然也适当地融入了一些情爱 那在里头呢 也鼓吹着说 这个有希望 有爱 有坚持就能够继续活下去 所以在里头 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就在黑暗的这个主题当下呢 它就可以看到 比较光明的一面 主角也是非常的可爱 我看到他这个 挑大量的演出 你觉得怎么样 这女主角呢 其实在过去 奥斯卡经常讲说 她曾经被提名 最佳的这个女配角 我觉得说 不过她当然就没有拿奖 不过我想呢 这是属于这个下来 一颗这个海外物的 这个闪亮的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她的这个海报上呢 整部电影那么多演员呢 就只有她这个大特写 所以因此呢 我想呢 她是明日之星 她的表现呢 我可以说就是 她演活了这个 剧中的角色的这个要求 就是人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淡定 而且在里头 你完全不能够想象说 因为在电影里头 她的这个背景年龄 是16岁的一位小女孩 她能够刻画得出 这么淡定 那么成熟的这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说 她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可能在来临的 这个奥斯卡奖 你可以看到她的终于 是 或许会有 像她会有机会 要多一两部大作的话 应该会有机会 除了她之外 很多所谓陪衬的演员 其实也各个大有来头啊 对 在里头呢 陪衬演员呢 有相当多 那我就提其中一位 就是吴迪·哈利森 我是觉得说 像这样的一部电影啊 基本上大家其实 只要有这个畅销的小说 那只要故事 非常的扎实的话 已经够了 那我想剧组里头呢 真的是 砸了很多这个营养 在里头 连这个配角方面 她其实都 都花了很大的心思 那 吴迪·哈利森 这次在戏里面的角色呢 是怎么样 是属于比较暴力的吗 她在里头呢 她贯穿整部戏 我想 因为 她是有头有脸 我想 她要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不想做一个 坏人的角色 所以因为她在里头呢 她实际上呢 她也做了一个 算是军师的一个 一个角色 就是说 她是属于一个 军师一直的在提醒 这些生还者 就是女主角说 你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活下去 所以她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 那刚才你也说 这部电影是PG13嘛 可是有人看了之后 觉得好暴力 然后又比较黑暗 那可能不太适合 13岁的小朋友看 你自己本身觉得OK吗 如果爸爸妈妈要带他们 13、14岁的小朋友去看 因为我想说 因为如果 毕竟说这个原著啊 原著方面的时候 已经超越这个13 已经超越21岁了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 去看这个原著的话 这个是家长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 我想呢 在这个看的时候呢 经过家长的这个辅导 就家长呢 带孩子去到电影院去看的话 灌输一些 在电影里头呢 能够找到的 一些正确的加持观 比方说 人要继续的活下去 继续的坚持 不放弃 这样的一种心态 其实看这种电影 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嘛 对不对 看完电影之后呢 爸爸妈妈和孩子 一起来讨论 那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呢 也是刚刚要上映的嘛 也是一部改编次小说的电影 《情定脸门》 那这部电影 它讲述的又是什么呢 好 接着